民主联盟党Muda是从土台党出走的前清体部长塞沙迪 在喜来登政变之后所带头成立的 那今年的荣佛周选是他们第一次参选的处女战 下期全国大选这个以青年领导做招牌的Muda 民主联盟党会何须何从 会单打独斗还是会加入联盟呢 党主席塞沙迪今天向媒体宣布 在进行了多次的非正式会谈之后 今天他们是已经正式发出信函 要求Muda要跟西蒙领导层举行正式会面 以商讨有关Muda加入西蒙 以及在第15届全国大选合作的事项 塞沙迪解释Muda选择加入西蒙 是为了避免分散选票 以及认同西蒙的价值观和理念 那Muda要加入西蒙会不会成功 而如果真的成功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 西蒙又会分Muda多少的议席 去上场打呢 一切都还要在等西蒙那边的回应了 不过说到抢议席的卡位战 巫统前马破国会员拉扎里 他已经放话 要去攻打国盟 兼土团党主席穆尤丁的政治老巢 八额选区 而穆尤丁今天在一场活动上 就笑着回应说 无所谓来吧 谁要来打就来打吧 神色轻松还开玩笑逗了记者 面对巫统前马破国议员拉扎里 扬言要攻打巴尔国席 现任国议员穆尤丁是老神在在 没在怕 无论谁要来攻打 他说他都会守在自家老巢欢迎他 毕竟这是民主国家 选战沙场 这边乡有人摩拳霍霍要对打 但另一边乡 藕断丝连 暧昧不清的巫统和一党 到底会对打还是会合作 如今依旧是不同领袖 天天都有不同版本的说法 巫统副主席马兹尔重申 任何巫衣必战或合作的谈判 现在都没有官方决定 因为所有决定都会先在巫统政治局 和最高领事会拍板定案 所有决定的决定会 有卢的决定地 决定会发行与立场